Rrrr 大家好,我是阿哈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LoLo 歡迎回來我們的頭牌看秀 我們的頭號是買不洗冰冰向我們,Bibi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踴躍的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避哦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個關注,您的支持時,我們把節目到達取得最大動力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一起看哪一場秀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看身本要司的2020秋冬演唱會,阿布市產妝秀場 搞错了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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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都拖著不做呢? 因為山美耀絲是很多時尚愛好者心目中的神 我們最怕影家說不好就怕螢火騷生 我們這期節目不想螢火騷生,大家不要來騷我們 那今天我們是否會把他拉下神壇呢?請稍等一下 請稍後再看 我們按照慣例在每場秀解析之前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山美耀絲這位時裝大師 他也與穿酒保齡三宅一生,被大家共稱為日本的先鋒設計師 那在這裡要給大家科普一下什麼叫先鋒 那先鋒一詞源於法語 avant-garde 最初是指19世紀中葉,法國和俄國往往帶有政治性的激進藝術家 後來指各時期具有革新實踐精神的藝術家 我們所熟知的波普藝術、超現實藝術都可以算作先鋒藝術 因為它是一種在藝術建築態度和想法上 與既有的典範背道而馳的原創與實驗 簡而言之,每一個新的想法提出來的時候 它都可以被稱為先鋒 如果沒有出現過的話 比較知名的就是香港奶奶的死對頭 也就是阿爾莎夏帕瑞利 是的 這個名字可能很少被提到也不為大家所熟知 但其實它是20世紀初的一位非常傑出的前衛女裝設計師 我覺得她在手上的地位是被遠遠低估的 她的設計靈感當中會加入達利超現實主義的一些想法 比如說有以鞋子為靈感的帽子 以及著名的龍蝦裙和淚滴裙 可以說她是當代設計師的祖奶奶了 是的 那阿爾莎夏帕瑞利 因為她超現實主義的設計 被推崇為先鋒設計師 山本耀司又是如何獲得這個光環的呢? 這就要給大家簡單的來講一下山本耀司這個人的生平 山本耀司出生於1943年被戰火燒進的 東京新宿去中心 父親死於戰爭 她自己稱自己為寡婦的兒子 石逢日圓大幅貶值 山本家的經濟狀況是每況愈下 於是她接任的母親決定拉扯著小小的山本耀司 開了一家裁縫店 山本耀司幼稽每天睡覺的時候 門的另一頭總是會傳來縫紉機的聲音 即使母親每天沒日沒夜的工作 他們母子倆生活依然非常貧困 看著每天工作的母親堆積成箱的布料 以及機器發出的噪音 猶解疑惑這個社會的不公平 也恐懼著大人的事件 那母親的辛勞 山本耀司她看在眼裡 所以她從小到大其實一直是為母親 在裝作一個good boy 裝作一個好孩子 從小到大都算是品學兼優的 她高中畢業之後 考入了日本的頂級學府 也就是慶應藝術大學 公讀法律系 本來畢業之後 照理說山本耀司是應該成為一個律師的 但是老天是不會這樣輕易地放過一個天才的 所以她讓年輕的山本耀司 萌生了和所有廣大考研生一樣的想法 那就是逃避社會 所以研究生不叫研究生 叫醃酒生 就是在讀研究生的期間 左手一直醃,右手一杯酒 山本耀司在畢業之後 她一路從日本遊歷到了歐洲 途經風景如畫 乾淨整潔的北歐各國 終於來到了髒亂差的巴黎 山本耀司心想 好神韓 好動物好玄才 在巴黎大聲喧嘩的人們 滿地煙頭的街道 人們穿著的華服 空氣裡躁動的活力 給了她強烈的龜腐感 山本耀司內心叛逆小子 一下子就覺醒了 回到日本之後 她詢問了母親 希望可以當母親的助手 來製作服裝 她母親非常痛心 非常惋惜 然後兩周都沒有理她 但之後她母親卻說 如果你真的想幫助我的話 就先去時尚學校 學習如何剪裁 就這樣 山本耀司前往了東京文化服裝學院 開啟了真正的剪裁學習 她在畢業之前 因為優異的作品獲得了獎學金 得到了去巴黎學習的機會 在巴黎深造之後 她回到日本創立了WISE這個品牌 此時她也與穿酒保齡已經相戀同居了 兩人合夥成立了成衣公司 那時日本全盤西化 日本時尚受西方世界的影響 在本地人眼中 山本耀司的衣服是破敗的 是醜陋的 是骯髒不體面的 於是山本又想起了那個 曾經讓她怦然心動 同樣是髒兮兮的自由的巴黎 她回到巴黎 只是想開一個小店 希望有像她一樣的理解她的人 會喜歡她的衣服 她在伊德西年開了一間小店 在她的開幕秀上 好巧不巧 穿酒保齡也正在這個城市 另一個賓館裡面 發佈她的新系列 其實當時的巴黎 還盛行着Yves in the Home的優雅神美 這兩位日本設計師的秀場 就充製的殘破的布料 層層疊疊的皺褶 將模特精好的身體隱藏在其中 原本五彩斑斓的秀場被黑色佔領 實際上勸一看Yuho 一個人發瘋 那就是一個人瘋 兩個人發瘋那就叫革命 其實當時如果只有山本耀司一個人 可能也贏不起那麼大的水花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當地人 你看到有兩個東方來的設計師 他們竟然出其一致地推崇這種殘破的美學 對當時的巴黎傳統的時尚審美 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於是本來只是想老老實實做一個打工人的山本耀司 就這樣和這個前女友川九寶林 一起被推上了各時尚雜誌的頭版頭條 前女友 感覺這個之間有三五部窮妖劇 巴黎評論家惡毒地把這種風格稱為廣島屠殺式美學 說山本耀司和川九寶林的衣服是來自廣島的報復 那應該是報復美國 幹嘛報復巴黎 甚至法國當時的報紙 用日語印著滾回日本 就生怕他們倆看不懂法語 非常的貼心 這顆來自東方的黑色炸彈 動搖了國際時裝界對於時裝對於美的定義 但是這個也讓山本耀司的名號瞬間在國際大響 關於這場發布會 當時《衛報》的時裝編輯 Berenda Poland這樣回憶 在那之前巴黎從沒有過那種黑色奔放寬鬆的服裝 他們引起了關於傳統美優雅和性別的爭論 雖然報律上評論家普遍對山本耀司的觀感是負面的 但是尋求新鮮感和新突破的買手 被他的作品深深吸引 慕名而來的人甚至擠壞了電梯 他們蜂擁而至就為了搶到一件山本耀司的衣服 讓我們回到秀場 看完秀場,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作為一個普通人 如果我拋棄對山本耀司的理解 我感覺山本炸完巴黎就把他自己的秀場給炸了 就是我瘋起來連我自己都炸,王炸 模特們臉上的髒污和凌亂的頭髮 都讓他們像剛從戰壕裡爬出來一樣 熟悉的場地,熟悉的顏色,熟悉的闊形 本次的系列主題是partisan,也就是擁護者 這個詞其實可以指在二人期間 偷偷聯合起來,反對德國納粹霸權的一群人 也許是因為戰場奪走了自己的父親 其實山本耀司在他的作品當中一直對反戰主題情有獨鍾 早在山本耀司08年的春夏秀場 他就用秀場描繪了士兵返鄉後的複雜情緒 解構主義是山本耀司的一大風格 他很巧妙地打散了軍裝當中常常會出現的細節與元素 比如說有鈕扣啊,迷彩啊,尖章啊等等 他剪刀下的軍裝沒有一個固定的風格 我們在這裡放出幾張圖給大家看 比如說像2017年秋冬的這個look 就是借鑑了二戰德軍摩托車手防護大衣 當時的這種衣服為了方便騎摩托車的士兵 大衣的下半部分其實是可以變形為褲裝的 我們再來看2019年秋冬的這個look 靈感就來自於拿破崙的裂夫禮服 在本次秀場設計當中 模特使用大量的反穿、疊穿的方式 配合貝雷帽、軍帽、軍官大衣點綴著不完美的細節 不匹配的圖案散落在布料上 腹部般的鏈條傾瀉在模特的胸襟上 使觀眾的眼睛一直處於一種被刺激的狀態 你拉眼睛嗎? 不是啦,是需要不停地去捕捉衣服當中隱藏的細節 你要騷身了 飄養的真絲塗鴉布片 與硬挺的軍裝結合起來 將軍裝原本的正式穩重 與山美奧斯自身細血散漫的風格相結合 把軍裝這種嚴肅的制服變得離境叛道 但是又不違和,這個就是山美奧斯的功力所在 做軍裝主席自然少不了對於標語或文字的代表應用 本次走秀中,模特身著大量帶有秀章的晚禮服 秀章上印著一些關於禁止吸煙的標誌 同時包括了大衣上禁煙的刺繡 吸煙有害健康,禁止玩火的貼布 大家可以看到山美奧斯經典的燕尾服 背面印著Tuxedo Park 以及當老爺在羡慕的時候 他穿的那件衣服背後印著帶有玩味的smoking note 都將人們的視線指向了Tuxedo Park 燕尾服公園 那什麼是燕尾服公園呢? 燕尾服公園這個單詞其實最早會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末 就是美國紐約近郊聚集社會精英的泰科斯托公園 別名又叫燕尾服公園 這個場所最早是一個富貴家族 與他的朋友們所建立的私人俱樂部 在這其中常常會舉辦 就是紐約資產階級們非常入了中的燕尾服舞會 說白了就是給有錢人快活的地方 沒錯 山本老爺子把I was born in Tuxedo Park Puffin Everyday的標語放在了衣服的內側 意思就是說我出生在燕尾服公園 每天都吞雲吐霧 其中Puffin Everyday有吞雲吐霧的意思 也有滿嘴跑火車成牛逼的意思 這一語雙關勾勒出所謂的菅英階層 表面一表人才實則道貌岸然 如果放在時尚圈語境中 就不難看出山本其實在暗縫那些掌握時尚話語權 卻早已失去時尚精神的那群人 回到秀場主題 我們在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讀懂了 所謂partisians 其實不單單是指二戰當中的那些意識 更是指山本耀斯自己 40多年的設計生涯 他一直對抗著mainstream 也就是說主流時尚 接下來要引用他一段讓我非常感動的話 請大家耐心地聽下去 他自己曾經說過 Fashion business became money business They look sexy and messy I've been losing my competitors years after years Clothing designers are decreasing There are only stylists Asked by big maisons to put on a show for selling accessories I'm not walking in the mainstream I'm walking in the side dark street It was quite comfortable 說完這句話就和色鋪什麼合作了 但我覺得山本在這段話中說的都是大實話 對,這個其實任務鋪鐵也說過 很多陳銘的大師都這麼說過 給大家稍微翻一下這段話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 時尚業現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行業 而不是一個做衣服的行業 他們創造的形象看起來雖然性感但是凌亂 年復一年我一直在失去我的競爭對手 服裝設計師是一個正在滅絕的物種 現在在市場上的只有造型師 產品經理 對,他們被大型的時裝窩要求舉辦一場秀 目的是為了銷售配飾,而不是服裝 是的 我不是在主流街道行走 我是在主流街道旁邊那條狹長的黑暗的小路行走 這讓我感到舒適 請某些品牌直接對號入座 山本耀斯本人其實不止一次地對著鏡頭說過 I'm tired 我感到疲憊 在本次秀場的後台採訪 他又重複了這句話 其實他作為日本的Alphantechi word 在他緩慢輕柔的陳述下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那個憤怒憂傷的少年依然還在 是的,這次秀場的襯衫和褲子還藏了一點小心肌 印花使用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詩句 比如說李白的字錢 在我看來就更像老爺子自己的一個故事 有幾獨自一人從白天開始喝酒 竟不覺來到了深夜 落花飄在他的身上 他迎著月光漫步 他把自己比作詩仙李白 醉酒和賞完花月只不過是他自己的消遣 而一種含蓄的詩意才是他此時的心境 另外一首是白居易的《涼葉有懷》 意思大概就是說大晚上涼風習習,外面露水片片 秋一襲來,晚上的油燈燃靜 剛剛從夢中醒來,發現月亮西斜還未天明 周圍昏昏暗暗的,讓人忍不住思念起來 寂寞孤獨之感,油然而生,無法入眠 於是起身,藍珊而行 寂寞孤獨之感,引繞著山本耀司的童年、少年以及暮年 童年時父親的缺失,少年時伴侶穿酒保齡的分道揚鑣 暮年時事業的失落,無不觸動的是他敏感的神經 他像很多來自東方的設計師一樣,可以敏銳地捕捉到很多細微的情感 就像日本電影一樣,他沒有再說很多頭大的事 沒有特別跌宕起伏的劇情 但是他那種輕微的,或者說細緻入圍,潤入喜無聲的那種感情 是非常打動你的 我覺得這也是很多擁有東方文化背景語境的設計師所擅長的 他就像一個經歷了失事,但心裡仍有熱忱的一個大叔 是心裡仍有少年的一個大叔 類比來看有點像音樂裡面的羅大佑或者是李宗盛 就是在彈著琴跟你唱著《越過山丘》的一種感覺 他就坐在我的旁邊,他抿了一口酒,撿上一支煙給我寫的 就是大叔會說天氣冷了,感傷一下,然後我會覺得 讓我們來一鍋關東煮吧 昏暗的小油管裡,老幽的收音機裡播放著以前的老哥 他好像在和我談論日本戰後出生的年輕人 自殺率日漸增高的現象 又說了說他年輕時候的故事 也表現了他對未來年輕人的憂心和期望 就是一個非常熱忱的大叔 以下是我們覺得在本次秀場當中非常好看的單品 不知道看完這期節目,各位小可愛們 有沒有對山本耀斯這個人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前一陣子山本耀斯其實也在時尚圈當中討論得瘋漲 因為他與Supreme的聯名,驚掉了一眾粉絲的下巴 大家都紛紛叹息說大師墮落,說他掐爛錢 如果大家對這個事件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可以找個時間和大家來好好聊一下 公成美就大師所謂掐爛飯的一個現象 如果你想看的話就請給我們點贊吧 本期視頻點贊過3萬,我們就安排起來好不好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覺得本期視頻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吝嗇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帝唷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關注,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